我首先想说一个观点啊 我并不反感婚姻中 或者是情感中 彼此有所图 比如说 男生图女生的温柔贤惠 或者是能独当一面 女生图男生的踏实靠谱 或者是积极上进 我们两个人走到一起 就是因为彼此身上 有我需求的东西 我也愿意付出 我那部分好的东西给他 而组合在一起 男生说因为这个女生 懂得照顾我 又会做生意 我愿意和她在一起 这不是问题 你的问题是 当你发现这个女生身上 有很多你需要的东西 你想尽办法去追求她 得到她之后 之后你做了什么 一个爱对方的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在这个女生毫无保留地 付出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时间 自己经历的时候 应该做些什么 你这么大年纪了 不知道吗 在你受伤她照顾你的时候 你不应该感恩吗 你只做了一件事 让她帮你赚钱 让她给你安稳地生活 你只索取 不付出 这不是爱 女生 你那也有自己的问题 你其实真的是一个 不懂得控制 不懂得经营的女孩子 你在感情中不能够分辨是非 就是一味地做一个傻大姐 你说为什么一开始 我是她的宝 现在变成了草啊 你其实是块宝 但在你们现在的关系当中 你确实这个宝上面长了草 明白吗 你咄咄逼人的状态 你不大会沟通交流的方式 真的容易让你这块宝 上面蒙上草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再遇到其他的感情 或者再去面对一份感情的时候 一定要加以控制 去分辨 去体会 再去成衡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 就不会受伤 就不会看错 就不会难过 希望你们都做一块珍宝 让自己闪闪发光 也给将来的对方 带来温暖和美好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